然後他就是血紅素 一直都維持在八九這樣 然後每天都很累 然後後來醫生就發現說 這樣不行就補充開給他鐵劑 然後他就每天就吃 結果一個月之後 應該照到底都要拉得起來 因為鐵劑很快就會起來 結果發現都一直呈現很累 然後他就醫生就跟我說 那你去問他一下 他的飲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一問下去 我說你怎麼吃它 他就說他就跟著早餐一起吃 那早餐吃什麼 他早餐他都會打 滿滿的一杯 高鮮的蔬果汁 結果那個蔬果汁因為是高鮮 歡迎收看 醫師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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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三位參賽者 我們恭喜 寫真新書 完美情人 沒錯 我這本呢 完美情人它很特別 特別一點就是它是 三百六十度 就是我的角度 對 而且這個名字是我取的 環繞就對了 對 完美情人是你取的 對 是 而且還有附贈就是 影音 所以大家一定要 影音 對 三百六十度一定要影音的啊 不是 為什麼有影就要 為什麼要有音呢 就是比方說這樣 對 就是類的 哈囉 有一些情境的不是 對 一些情境 我怕有影就好了 有影就受不了了 好 來 恭喜 大家好 恭喜 恭喜 你真的做地中海飲食 當然 你說說 地中海就是什麼 減少紅肉 多魚 然後多吃一些天然的 什麼物物 豆類 蔬菜 結果 橄欖油 然後很適當的魚 所以你看他們講說 地中海那些國家 多嘗售嘛 所以才叫地中海飲食嘛 對...對不對 那他在這個 世界飲食排名 已經殘年六年的冠軍 對 所以這個對我們身體 來得很好 對 降低它的總死亡率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考考大家 對於食物功效的認識 好 今天換我了 上一次是我下去了嘛 我們輪流嘛 因為我怕站在那個什麼 完美情人 他們會流鼻血 好不好 說不定我也會流啊 真的喔 我們兩個都全黑耶 對啊 好笑喔 你們兩個一組是不是 我們兩個一組 森達 那就跟我們 森達要配如荺姐 好 好的... 你們兩個就站在 你們那麼厲害對 好的 好不好 知道節目的流程 待會兒要搶旗子 搶到陳人達 森達要那個 那個蓮香喜悅 那個是等一下突然 一搶 十字緊扣 抓錯 十字緊扣怎麼辦 我就會打你若騎 那你就離婚了 好不好 真的... 好 害怕 好了 所以這個我們輸得有懲罰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下第一題來 有句話說 吃魚可以顧眼睛 但要達到這個效果 必須連哪個部位一起吃 1 魚頭 2 魚眼 3 魚尾 這一題還需要搶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我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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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公平 因為太容易對不對 對 太容易了 我是媽媽 我當然懂啊 請搶答 好用 可以吧 會不會是因為有些 就這樣發達 所以反應比較慢 對啊 都慢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等一下下一題要我 沒有 因為你看這個 這一題要搶到就贏 就得到一定要 我們節目的特色就是說 好不好 我們先請安妮 搶到不代表會贏 其實我從小呢 我就吃魚肝油 然後我爸媽 家裡面的環境好啊 沒有... 我們從很便宜的魚肝油 開始吃 對 然後呢 便宜的又假的 我跟你講 很便宜的魚肝油 然後我爸很喜歡吃魚 他說吃魚夠肉粥 所以其實我從小吃魚肝油 然後其實我從小 我就一直很注重我的眼睛 因為我覺得你牙齒助牙 你可以換牙齒 哪裡不好你可以那個 眼睛不能換啊 控不了 對 所以我的視力一直都很好 像我現在的年紀 應該有老花也 其實我老花的度數也沒有很嚴重 所以我幾乎不需要戴眼鏡 那我有兩個兒子 我也是教導他們 就是除了從小吃魚肝油之外 也是要維持譬如說 我們看書的安全距離 就30公分 然後那個 光線一定要很充足這樣 所以我兒子 一個現在高27歲 一個14歲 到現在都沒有進食 其實滿厲害的 所以這個從小吃魚 我立馬回去 就讓我兒子開始吃 所以你看我們常常講 你知道到鄉下看 那小孩子哪有戴眼鏡的 真的 對不對 你知道到都市看 學校一般50個學生 可能有30幾十幾個戴眼鏡 現在幼稚園就要戴眼鏡了 因為其實他們都玩手遊 沒錯 真的 不應該 我覺得父母親 真的要給他一個什麼限制 要給他壓力 不乖就打 不要打 不要打嘛 好不好 你們來答題 你們答得到 1 2 3 魚頭 魚眼 魚尾 魚眼 魚眼 絕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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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大家叫吃哪裡補哪裡 有沒有 常常這樣講 是 對不對 那魚眼啊 吃魚眼補眼睛啊 對啊 我說常常會這樣講 那個只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來... 我們請我們的營養師 答案是正確答案 你看 妳今天探討就是說魚的好處 其實剛剛那個 那個何小姐有提到魚肝油 還是補充一下不一樣喔 魚肝油裡面它有的營養素是 維生素A跟D 所以它確實對眼睛啊 然後骨骼發展是好的 然後對那個骨頭是好的 那這個是魚肝油 那魚油部分是我們在講的是 Omega 3的脂肪酸 它裡面有DHA跟EPA 那DHA EPA裡面呢 其實它是對我們的 腦神經的保護啊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所謂的這個 心臟血管方面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整條魚裡面啊 相對來講也有護眼的成分 剛剛提到就是有維生素D 維生素A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可能我們在這個吃不同的部位 都可以得到各種不同的營養價值 那Omega 3的脂肪酸 那裡面呢它除了就是說 預防就是我們在講說 預防血脂之外呢 還可以降血壓啦 然後另外還可以讓你抗發炎 然後另外還可以讓你就是 心情比較愉快 像有一些在臨床上 我們在治療一些憂鬱症的患者 我們在飲食上面也會搭配給它 就是魚的部分 尤其是鯨魚 我們鯨魚會給它 鯨魚讓它心情比較愉快 所以當你的 比如說像另外一半在生氣什麼的 其實下一餐 你就可以煮一些魚類的部分給它 這樣子啊 對 可以讓心情比較愉快一點 鯨魚師有在講笑話嗎 吃魚會愉快 這個感覺好像是我們鞋魚 鞋子有點走到鞋魚 就是應該你講的對不對 對 然後 還是真的 對 然後如果你真的 然後如果你家裡有一些 比如說像 記憶力不好 或是說有一些 私自的這些家族史 其實我們也可以補充魚 其實成年人一週建議 大概吃到九兩的魚 那九兩的話 大概一個手掌 大概就是三兩左右 所以九兩就是可以吃到 就是 吃到魚 對 那雖然我們知道魚很好 很健康 可是我在臨床上 就有碰到一個案例 就是我的病人 我的病人她是一個孕婦 然後就是懷第一胎 然後她的那個先生 婆婆 就每天都是 就是準備大魚大肉給她補 尤其是她先生 她先生說 以後我的小孩一定要很聰明 一定要贏在起跑點 然後就每天都給她吃那個 很昂貴的那個 你知道那個黑鮪魚 我知道 對 那個其實很貴 妳那比太小了 透了 我全都看到那個 有沒有 這麼大眼睛 因為牠很大嘛 對 所以牠當然不可以 那麼大的魚 眼睛那麼小 魚眼好大 好可怕 對 其實乃哥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牠真的很大一隻 那很大一隻我們就稱為 其實大型的深海魚 牠雖然說牠的 Omega-3含量脂肪酸很高 可是相對的 對懷孕的族群 怕重金屬 對 怕我們那個拱的累積 尤其是拱啊 會透過媽媽 一直正在懷孕 或是正在哺乳的 其實容易產生所謂的影響到 我們的這個 所以是不好的 有四種大型的魚 像 是 對 然後 然後還有鯊魚 這四大類是所謂 的含重金屬含量比較高的魚 那對 其實一週 我們最多就吃兩片的 生魚片的量 兩片還是 對 兩片 它很少 就是大型魚 可是如果是小型魚的話 就可以沒有限制 只有剛剛提到 比如說像 秋刀魚 鮭魚 青魚 私木魚 其實含量 Omega-3含量也蠻高的 都很便宜的 對 其實要補充所謂的 這個Omega-3的脂肪酸 我這邊其實有整理出來 就是說如果你要從動物性 來補充的話 像鮭魚 秋刀魚 青魚都是首選 那植物性的話 有的吃素嘛 它可以從這個 亞麻人籽 或是核桃 或是這個 起牙齒做補充 不過如果說你家裡 真的正在念書的小朋友 或者是說正在成長發育 其實我建議 從動物性來會比較快 因為這個植物性 它必須要經過轉換 所以速度也比較慢 然後量要吃得比較多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要補充 Omega-3的脂肪酸 動物性能會比較方便 而且這個吸收率會比較高 好了 馬上我們來接著下一題 來 小婷有缺鐵性 貧血困擾 請問他要多吃什麼食物 才能真的幫助補充鐵質 1 紫菜 2 紅豆 3 櫻桃 太簡單了這題 要做什麼 是不是 鐵質嘛 對 請假裝 不是 我不是輸在答錯耶 是... 輸... 要懲罰的耶 你這樣寫真書 我不要幫你宣傳了 好 強道 補充鐵質啊 但他們也不一定對 對 他們也不一定對 因為他們錯就換我們 妳有瓶血喔 對 我有瓶血 我有 地中海瓶血 真的喔 對 它是天生的吧 對 那是遺傳性的 是喔 那我那時候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就是你可以吃一些花椰菜 綠花椰菜 或者是一些鮭魚 然後動物的內臟 對 那我 因為之前我是 平均一個月都會發病一次 就是我發病可能會昏倒 那昏倒就是 可能要去輸血啊那些 那很多人想救你喔 那我現在... 乃哥 那你要救我 你有醫生在不用擔心 不要輸血 太嚴重了吧 對 第一章海瓶血要輸血 陳醫師 應該沒有到那種地步啦 不至於那麼嚴重的 對 因為大部分是 看它的狀況啦 有的是小球性 有的是那種就是缺鐵性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的是補充足夠的鐵質 就像這個題目一樣就夠了 鐵質 對 除非說它又偏食 才會把症狀加重 那到底是1 2 3呢 來 你們是來的 我剛剛講什麼 你覺得是 3 為什麼 我記得那個吃鐵 它需要有維生素C的一個輔助 它沒有辦法單純去吸收鐵 印象中好像有這個說法 是不是 它寫幫助 Help Gid help 所以是屬於一個這種 你講完這為什麼臉弧呢 請問Help有什麼好轉 對 差不多這個意思 好了 是櫻桃 來 我們請紫雯來幫我們解答 正確答案 錯了嗎 搶到不一定會對 錯了嗎 那換他們的 答案是 為什麼臉弧的食材 因為不可能是紅豆 會不會是紅豆 那雪嘛 會不會叫做紅的呢 很多人都覺得吃紅的補血 那乙型補型啊 沒有這種 紅豆是消水腫 可是沒有聽過 我幹嘛要幫你回答 其實 對啊 男生因為你們已經錯了 先不用爭 我們看紫雯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就是 1 太棒了 可是這個要跟大家講 這其實是一個陷阱 因為它是每100公克 當初一個單位 可是你看到這三樣東西 其實有點紫紫紅紅 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紅色的東西 好像比較補血 可是其實它就是這種 植物性的鐵質比較高 那像紫菜來說的話 它每100公克的話 是大概56毫克的鐵 是很高的 可是我們根本不會吃到 100公克的紫菜 只會吃到幾公克而已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的話 這三顆我覺得差不多 主要是因為 它本身是植物性的鐵質 人體的吸收率本來就不高 那像動物性的鐵質的話 吸收率真的是比較高一些 紅肉對不對 紅肉真的很高 可是其實像我有個案例就是 我現在在學那個烹飪課 然後我就有一個同學 是男生 他學做菜 他說他要煮給他太太吃 他太懷孕七個多月 可是有缺鐵性的瓶血 我建議他可以吃什麼 其實排行比較高的是什麼 豬肝 豬血 鴨血 其實遠比牛肉還要來得高 很多很多 所以這樣的類型的食物 他吃比較有幫助 可是他跟我說 可是他太太不敢吃內臟 那個血腥味很重 我說如果真的不行 那我們一樣可以吃牛肉豬肉 甚至是豬肝臉旁邊那塊肉 其實鐵含量也很高 那像剛剛森達有說 維生素C 可以幫助鐵吸收是真的 是不是 所以像吃素的人 你真的沒有辦法吃這些 就是動物性的 你就是飯後可能口含 那個維生素C的一個口含錠 或者是吃水果 其實也是有幫助的 那甚至因為他剛好在懷孕 所以媽媽懷孕的時候 如果今天鐵含量夠 那寶寶這個乳鐵蛋白含量高的時候 其實對於 所以媽媽小孩都很需要 是 可是像我剛剛提到一點 就是那個 地中海型瓶血 就不能大量的補充鐵 這個一定要記得 真的喔 對 因為它其實 真的比較嚴重的時候 會沉積在我們的內臟當中 其實比較不建議 那就是你的飲食要均衡 然後真的不要太累 這很好吃的營養質 對 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小奶近期有失眠困擾 請問她該多吃哪種食物 對改善睡眠有幫助 一 喝水 二 雞蛋 三 洋蔥 這一題 開始就沒那麼容易囉 你還要你搶嗎 不然我怕她這一題 請搶她 我搶到了 對 三大有蓮香洗衣 那是很厲害 對啊 對 腳讓一下 你要是看這一題 那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是啦 她讓你猜 沒有 我怕她們 想到她媽媽 以為她這集沒來 想一下 對 好啦 是哪一個 可以幫助睡眠 幫助 改善 我覺得是雞蛋 怎麼說 因為雞蛋是 裡面有很多蛋白質 對 那你吃多了就會想睡覺 你一天吃吃個蛋 你讓一三四個都笑 你不容易 真的嗎 我覺得 因為喝水 對 就會夜尿嘛 那怎麼會對睡眠有幫助 是啊 對不對 是啊 洋蔥不是傷胃嗎 因為我沒有聽說過 我聽說咳嗽可以 什麼那個 燉洋蔥水 可以幫助 對 但我沒有聽過 睡眠可以吃洋蔥 咳嗽 大蒜跟洋蔥 蔥薑蒜都吃虛性食 都性 所以應該不太會幫助 所以你的答案是 它應該是對的 雞蛋 來 我們這裡請 好不好 來 陳醫師 答對了 太棒了 那其實前面的說明 那個其實立庭 大概都差不多講完了 是 如果是 喝水真的是容易造成 有一些夜尿的一個狀況 對 然後呢 過度的補充水分是不適宜的 而且另外一個 有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我們一般都建議 沒有啊 睡前的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內 不要去有這種流止的動作 因為你喝了半個小時 你躺下去 你晚上就會胃食道逆流 就會影響你的睡眠 那然後第三個洋蔥呢 因為它是屬於刺激性的一個食物 有的人呢 它會造成它腸胃道的一些不適 甚至說有的人會造成它的脹氣 或腹痛 所以一般來講 睡前不太建議吃這個 但是剛才雞蛋講的蛋白質 就有點 為什麼大家都在笑 是因為 的確它是有幫助睡眠 但是它是因為 它的裡面的 色胺酸的一個成分呢 會增加裡面的 我們製造血清素的 跟褪黑激素的部分 那血清素跟褪黑激素 其實對睡眠都有幫助 所以答案是二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因為他就是有夜尿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之前也分享過夜尿 可能跟色乎腺肥大有關係 所以他去看泌尿科 一個40歲左右的男性 他看泌尿科也都沒問題 但是他覺得有夜尿 後來想一想 會不會他有呼吸睡眠中止會打呼 因為他比較壯一點 但是沒有到很胖 那後來我們也幫他做呼吸睡眠檢測 也沒這個問題 所以查東查西 就有點查不出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就回到 我們就去幫他問一些 他睡前做了哪些事的一個習慣 後來問了半天才突然講說 他才講說 因為他睡前他有習慣都會喝一個 大概500到1000CC的水再下去睡 我說你為什麼要幹這種事 他說因為他常常 因為睡覺睡到一半 你嘴巴很乾就會醒過來 那當然我們本來會查說有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我說 那你為什麼要去 為什麼要喝這個狀況 結果原來是因為他其實他居住的環境 就是牆壁有點發霉 所以他睡覺都會開著除濕機 那我就說你根本就是機身蛋蛋生機 你就是因為除濕之後 你嘴巴太乾 然後你喝大量的水 然後你又變成你夜尿一直睡不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他還是要去想辦法讓他的居住環境通風 而不是一直開著除濕機 然後就要去改變他這個就是說 一個睡前大量飲水的這個習慣 那後來他這個狀況就改善這樣 在跟大家分享上 幫助睡眠的食物有哪一些 是吃這些營養素是可以幫助 但是一定要先提醒 不是說你睡覺前吃很多這些東西 因為都在消化 是你平常就要累積身體的濃度要夠高 可能像C本身的話就可以縮短入眠的時間 像是牡蠣 葵瓜籽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像色胺酸其實含量最高的是火雞肉跟雞蛋 其實都還蠻多的 因為色胺酸可以轉變成血清素 再變成透黑激素 然後B6是幹嘛的 輔酶 它是轉換血清素的一個輔助的因子 像色胺酸變血清素 跟透黑激素的一個輔助的因子 那像香蕉 優格其實都還蠻多的 那維生素D大家知道就是曬太陽 其實如果你今天多吃一點 像是鮭魚 鮮魚的話 維生素D含量也有 也可以幫助我們睡眠品質比較穩定一些 尤其是你日照只要充足的時候 跟夜間落差很大 你的透黑激素濃度落差大 你就會睡得更好 所以曬太陽其實蠻重要的 那像鈣本身就是黑芝麻 牛奶 其實很重要是幫助我們的神經傳導 比較穩定一些些 那鈣跟鎂其實兩個要一起補 效果才會好 那可是鈣這個本身 其實如果你真的睡覺前要喝牛奶的話 其實很攸關於你小時候的記憶 如果你小時候喝牛奶 是很幸福 可以好好去睡覺 你喝牛奶就有效 可是如果你長大 你發現說就是我喝牛奶沒有什麼效果的話 你可能是小時候那個連結沒有那麼美好 真的喔 真的 真的是有關的 所以鈣本身是可以幫助我們神經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睡覺前喝一杯暖暖的牛奶 是攸關小時候的記憶 那Omega 3本身它其實是助眠的效果沒有很好 但是主要是什麼 讓我們的細胞膜流動率會比較高 所以是可以抗憂鬱 心情會好的 像是奇壓只是植物性的 那鮭魚的話就是動物性的 那脫肺激素的食物像鳳梨 番茄也都有 那GABA的話其實也可以幫助睡眠 但是要小心 因為GABA的食物 是像發酵的泡菜 味噌 其實很多 可是這些都是醃漬的 不能吃太多 因為很容易產生 就是胃癌的一個風險提高 我們就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麼厲害對 現在落後一分 有 好不好 有 那麼厲害對 你們贏一分 好像二比一 那麼厲害是二 一定不會答對是一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下一題 請出題 大蒜吃法不同 營養也不同 請問下列哪個吃法能讓營養成分 發揮到最大 一 爆香炒菜 二 橫切生吃 三 剁成蒜泥 這 幹什麼 幹什麼 聊一下嘛 急什麼 乃哥要說 你笑起來 不想聊 你不要慌 你看我已經創味了 很有把握 不是 這他一定要強到 我蒜頭公主 你蒜頭公主 你說你蒜頭皮嗎 不是 蒜頭公主 我很愛吃蒜頭 我跟你講 蔥薑蒜也是我的最愛 對 清場 沒有尊敬這個 尊敬老尊賢 沒有尊敬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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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老師對不對 沒有老 沒有老 對 他不見得會 對啊 來 我們楊森達 森達也愛大蒜 因為 因為若其他是 就是無蒜不歡 他只要一定要有大蒜 然後我發現 就是 他只要吃完大蒜配的料理 那個 所以我特別上網說 為什麼吃大蒜會 這麼臭這樣 然後我就 隱約的發現 這其中有一些道理在裡面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 牽涉到我們小學的這個蒜數 蒜 我這題又想了幾天 我只能說到這邊 只能說到這邊 對 它這個蒜數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那個若其會那麼愛吃 就是他好像小時候 他爺爺 帶他游完泳之後 都會吃 原諾 其實重點是打香腸 不是大蒜 不是 重點是大蒜 你香腸沒有大蒜 那根本... 根本吃不下 對 只會想吃香腸 而且打香腸很好玩 我老公 上次他們在那個 釣蝦場的外面 不是會有那種攤子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贏幾條嗎 老闆你說 可以了吧 你們還要忙什麼 然後一吞 兩百公分的球員在那邊說 快點烤啊 一百根 老闆傻眼 我跟你講 好 來 一定會答對 一定要生吃 橫切生吃 我從小我爸爸就很愛吃大蒜 然後他就跟我說 大蒜對身體很好 但是不能空腹吃 然後也不要一次吃太多 所以我只要有在家裡吃飯 或是外面的餐廳有大蒜 生的 我一定會配三到五顆 而且如果吃水餃 其實我不是在吃水餃 我是在吃大蒜頭 吃蒜頭 跟我一樣 對 一顆水餃配一個 我是一口水餃 一口蒜 我們真的絕配 就是這個 真的耶 就是這樣配 這一題我們請 來 營養士 是 我就說大蒜公司 對 可能切生吃 它保留的這個 流化物是最多 就剛剛提到的蒜樹 是 是蒜樹 不是蒜樹 它是一種流化物 所以它是一種 會揮發的物質 所以如果它炒熱的話 它就揮發掉了 對 所以它其實蒜樹就不見 沒有太多的那個 對 然後它還是一個很棒的 所以如果切成小丁小丁的話 它一樣就跟空氣的接觸面 就大 它就容易氧化 那大蒜跟洋蔥 事實上也都是地中海飲食 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天然的辛香料 所以它們沒有太多的調味 但是可以用這些天然的辛香料 讓食物變得更美味 那這個大蒜裡面 有一個很棒的這個叫 蒜樹 流化物 它有助於幫助我們血管的放鬆 甚至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 所以它對於心血管的保護 真的是很好 再來它有抗發炎的效果 抗發炎就是我們常提到的 就是我們身體吃到油炸物 吃到燒烤的東西 會產生 而這個自由肌就會造成很多的慢性疾病 所以的確烤香腸配大蒜 這個真的是絕配 一方面好吃 二方面也可以幫助我們 抗氧化的一個能力 再來就是增強免疫力 所以大家老人家常常說 生病的時候要喝什麼 對 它確有提升 所謂的免疫能力的一個功能在 最後一個它有一個殺菌的效果 不過還是提醒 洋蔥跟大蒜生吃的話 的確它的刺激性是比較高 所以就是不要吃太多 不要空腹就吃 先吃一點其他的食物 然後再配著吃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如果有胃潰瘍 腸味道不適的朋友 生吃大蒜的量也要小心 你講說那個生病病 有時候弄那個大蒜雞湯 那你說這個跟湯煮了以後 那大蒜裡面的這個 硫化味會減少 對 但是大蒜雞湯裡面的蒜都很多 對 所以它整體的量其實也還不少 至少也比較溫和 比較不會傷腸味道 剛剛它不是有一個梗嗎 是嗎 你讓它弄完了 你不是說有關蒜數 是 就是幫大家做一個快速記憶 就是吃大蒜對心血管很好 心算 心算 又是蒜數的問題 什麼啊 你幹嘛要Cue他講話 幹嘛要Cue他講話 我也嚇了一跳 怎麼會Cue過來 不是結束了嗎 我想說 但有時候滿好笑的 對 好啦 我們的第一輪結束了 目前一定會答對 三分 對 剛剛你們那個 你們答錯了 又給他們篩選 是 篩選一堂 其實我覺得這是生事風度 平生事風度 來喔 我們現在第二趴 嚴選的問答題喔 好不好 各位 把那個白板拿出來要寫 來 現在我們的第一題 營養素有時候搭配著一起吃 會讓功效有加成效果 請列出下列三樣營養素的最佳搭配 A 營養素 A 鐵 B 鈣 C 魚油 1 葉黃素 2 鎂 3 維生素C 這等於是連連看 好不好 營養素是A 鐵 B是鈣 C是魚油 搭配什麼 葉黃素或鎂 或者是什麼 維生素 Yep 好 來 請亮板 A3 B2 C 一樣 一樣 好有默契喔 是 那錯就一起錯 是 我疫情的時候就是那時候 就是每天 就想說有時候喉嚨好像有點小症狀 或者稍微疲勞的時候 就有點想要 我那時候睡覺前 我就會喝一杯那個 把它泡定 結果這樣喝著喝著 在疫情整個差不多解封之後 我突然有一天就是 睡覺的時候打嗝 發現這邊整個很遮遮 然後後來才 你說我會知道 你也有問題嗎 是 後來我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是不是我有一些什麼飲食習慣 是睡前會 讓自己的胃酸癌 做的事情會影響到你的 對不對 是 失道 對 然後後來我就去推判 就可能是我喝發泡定的問題 他說這個會讓我的胃酸 喝太多吧 就是睡前一杯 沒有 剛剛前面有一個講 睡前不要 對 盡量不要 吃跟喝 盡量一個小時前 不要做這些動作 對 我們請依林 答案是 對 沒錯 A配3 就是鐵跟維生素C 是 然後鈣跟鎂 還有魚油跟葉黃素 對 那這個搭配其實 通常我們在講到鐵 就是說如果真的想要補鐵的話 動物性是最快的 臨床上我們是這樣用 如果說真的缺鐵性貧血的話 壓血的話 一天大概吃一片 一個禮拜大概 我們取紅素就會拉起來了 那如果拉不起來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是要去有 就是醫生可能會開鐵劑給你吃 那這邊搭配維生素C的話 是幫助就是植物性鐵的吸收 像有些人他可能吃一些櫻桃 紅豆那些可能少少的 那吸收率很低 那就需要他的好朋友 那維生素C就是飯後吃點 維生素C高的水果 芭樂 奇異果 小番茄草莓這些 柑橘類就可以幫助鐵的 這個植物性鐵的吸收 鈣跟鎂其實很有趣 就是早期就是有一些 做那種奶粉的廠商 它就會在它的奶粉裡面 其實奶粉也是很多鈣 它裡面又添加了鈣 然後又添加了這個 就是那個所謂的這些什麼 一些有的鎂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發現就是說 不能夠把所有的元素 都添加在一起 但是鈣跟鎂加起來 1比1的比例 就會提高一起吸收 所以幫助骨骼 幫助肌肉 還有幫助放鬆 所以現在很多的鈣片裡面 它都會添加鎂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讓自己的這個 避免抽筋啊 增加這個鈣質的這個吸收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 有添加鎂的這樣子 那魚油跟這個葉黃素呢 它也是很搭的 因為畢竟葉黃素 剛剛提到的 森大提到 它需要有油脂嘛 所以可以幫助這個吸收 我之前有個病人 她是缺鐵性的這個女生 她是病人嘛 然後她就是血紅素 一直都維持在八九這樣 然後每天都很累 然後後來醫生就發現說 這樣不行 就補充開給她鐵劑 然後她就每天就吃 結果一個月之後 應該照到底都要拉得起來 因為鐵劑很快就會起來 結果發現都一直呈現很累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那你去問他一下 他的飲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一問下去 我說你怎麼吃它 他就說他就跟著早餐一起吃 那早餐吃什麼 他早餐他都會打 滿滿的一杯高鮮的蔬果汁 結果那個蔬果汁因為是高鮮 纖維太多 其實會影響到這個鐵劑的吸收 對 所以它是什麼速度那麼慢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分開 你要喝蔬果汁你就喝完 之後隔一個小時以後 我們再來補充這個鐵劑 或者是你先吃鐵劑 因為會有噁心感 它就隨餐吃 吃完之後 你可能隔一個小時之後 你再喝那一杯 就是蔬果飲這樣子 真的那個其實效果馬上就分 大概它一個禮拜 它馬上它的血溶素就拉起來了 所以吃錯東西其實是有影響的 然後另外我要補充的就是說 有些營養素就是說 事實上是不建議一起吃的 就回歸掉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奶粉 之前我剛剛一直提到奶粉 它的鈣其實有些人會添加鈣 然後又添加鐵 早期有賣這種奶粉 然後就被我們營養師說 其實鈣跟鐵一起吸收的話 兩個吸收率都會降低 對 所以現在 會有衝突的 對 所以吸收率都會降低 所以說你盡量如果說 比如說你在吃鐵劑 或者是說你可能有吃一些 綜合維生素裡面有補鐵的 像很多女生 她不是都會吃一些綜合維他命 然後特別添加鐵的嗎 那如果你有喝牛奶 或是說會吃一些高鈣的食物 那我們建議就是分開一個小時 因為這兩個會有衝突 然後鈣跟這個魚油的話 如果腸胃功能不好的 其實建議也不要 因為它容易產生 所謂的這個造化造鈣 然後在體內就是說 腸道無法吸收 有些嚴重的病人 它會造成便秘 所以有時候問半天發現說 原來它就是早上嫌麻煩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就早上所有保健食品 一起吃一吃這樣子 所以鈣粉 魚油這樣一起吃一吃 所以它就造成長期便秘的問題 然後另外高鮮呢 其實剛剛提到就是說 不能跟所謂的這個鈣 跟所謂的鐵一起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吃 像有些人他會補充那些高鮮的粉 有沒有 有些人他要預防便秘 高鮮粉這些 那事實上跟鈣跟鐵 不能一起吃會影響的 然後另外還有補充一個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很多人他女生 就越進來的時候 會缺鐵性貧血 或者是說他本身就有貧血 這種缺鐵性貧血的問題 常常很多人會在飯後 就是喝茶或咖啡 有沒有 那如果很嚴重的話 其實事實上 裡面茶跟咖啡裡面 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鐵的吸收 所以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這陣子 你覺得貧血比較嚴重的話 那你可能建議 要分開一個小時以上 因為很多研究發現 一杯的這個茶 會降低這個30%以上的鐵的吸收 對 所以反而就是你分開一個小時 這樣會相對來講會比較好 來 接著這一題 你看 食物的不同顏色 富含著不同的植化素 而每種植化素都有不同的功效 請寫出 待會這空殼中的顏色有什麼功效 植物紅色的 保護心血管 維持這個泌尿道的健康 紅色 但我們也可以請他講一下 那我橙色的 預防夜芒症提升免疫力 那橙色我們講 這個食物裡面的 橘子什麼這些的 好不好 黃色是什麼 提升什麼 那綠色的提升免疫力 促進膠原蛋白合成 白色的保護心血管 提升免疫力 紫色的呢 所以寫出黃色跟紫色 黃色耶 對 黃色 剛剛我們其實沒有講到什麼 對不對 紫色又講到什麼 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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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來 婉婷妳先講妳 妳去宜蘭變黑了 對 就是我去年夏天的時候 去宜蘭玩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黑了三階 我就上網查說 就是喝檸檬汁可以變白 然後我就喝了三個禮拜 都沒有變白 我就去打那個 桑聖汁 真的很快就擺回來了 真的喔 那會不會是前面的檸檬汁發酵 所以請妳一直誤會桑聖汁 那妳要喝三個禮拜 沒有笑 喝了一杯桑聖汁就好了 因為說那個桑聖汁 是會讓那個 你的人看起來氣色很好 對 有嗎 怡里桑聖汁 她笑了 妳看 是不是檸檬汁的功用 其實應該時間到就擺回來了 我們先看妳們的 來 妳們的答案 首先那個 那你幹嘛抄旁邊 橙色就是這樣啊 沒有啊 葉黃素 葉黃 葉黃 對 葉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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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並變 那香蕉呢 香蕉是什麼 香蕉好睡 好睡 好睡 香蕉是假禮子 可以那個 那為什麼是固眼睛 格子不夠大 因為這筆太乾了 我還要寫這個地方 是抗氧化跟補血 對 剛才有講到這個補血的 紫菜 抗氧化 我們剛剛黃的 本來也要寫那個 新陳代謝 補充那個眼睛 當然想說 橙色已經有了 也有啊 你看後面白色的 也是心血管 紅色的心血管 對 但紫色 我們認為是抗氧化 抗氧化 抗氧化 好 來 這一題我們請 葉黃 來幫我們 好 我先公布一下黃色的 我們主要講的就是黃色素 包含玉米 玉米水 還有蛋黃 它富含的就是葉黃素 那我們每天看手機平板 它都是藍光 但是會傷害我們視網膜上面 很多的這些抗氧化的物質 所以就要多補通這個葉黃素 來預防所謂的非蚊症 所以黃色素主要講的是這一個 那當然橘色的部分也是 Beta和蘿蔔素 它可以在身體裡面 轉變成維生素A 那維生素A是眼睛形成影像 最重要的一個材料 所以它可以預防葉黃症 那紫色的呢 大部分我們會講到 是像藍莓 櫻桃 桑腎 這些叫做花青素 那花青素是這些 所有的抗氧化技術當中 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是最好的 所以它對於血管的流暢度 是很重要的 尤其對於腦血管 所以它對於珍藏我們的記憶力 預防失智 或是延患老化 都很有幫助 那再補充一下紅色這邊 紅色的部分 我們主要講的是 像番茄裡面有很棒的 叫做茄紅素 那茄紅素它也是 對於心血管很好 它也是很棒的抗氧化技 那這邊講的泌尿道 它主要是講男生 它對於我們的 攝護腺炎的預防 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茄紅素的部分 那再來一個就是 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最熟知 像是維他命C 維他命C 它對於提升我們的免疫機能 是很重要的 再來就是膠原蛋白的合成 也需要維他命C 當作它的輔酶來合成起來 也就是說我們吃一塊雞皮 不會長出一塊雞皮 對不對 它分解開來 變成氨基酸 然後人體 再把這些氨基酸 透過維他命C的幫助 再把它合成起來 變成人的膠原蛋白 所以這些五次的蔬果 都很重要 不過還是要提醒 一個全頭大的蔬菜 只有五公克的糖 但是一個全頭大的水果 有十五公克的糖 是 但以前我們很多人都誤會說 多吃蔬菜水果 好像就可以幫助減重 延緩老化 皮膚美白 尤其用喝得更不建議 因為直接喝的話 第一個它酸度很高 第二個它纖維不見了 第三個它其實很容易 一下子就喝過量 那我們常常在減重門診 也看到很多的年輕女生 他們可能早上沒吃 在座168 中午吃一個便當 它的菜就一點點而已 所以晚上就想到說 營養師說要吃五份蔬果 它就切了五份水果 加一點優格 加一點堅果 感覺很健康 但是那個糖量 都非常非常多 那只會說 讓這些朋友 他的體重 或許只是稍重一點點 他的體脂率都非常高 對 因為糖在身體裡面 是一個快速的能量來源 吃進來 那晚上活動量又不大 所以都會變成脂肪 跟我們一起去睡覺 就沉積在身體 所以水果的部分要適量 一天大概一個拳頭大 兩個拳頭大就夠了 好 剛剛這一題呢 只有我們拉文力還對 謝謝 謝謝 給你們得了一分 所以拉近一點距離 是 4比3 4比3 一定會答對 贏一分 現在最後一題 很刺激 很刺激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最後一題 小婷想吃水果 但又有怕胖的困擾 專家建議她 可以多吃柑橘類的水果 這是因為柑橘類 可以提升體內的什麼因素 剛剛有講 剛剛有 是不是 又忘了 好 感覺是嗎 好不好 寫好了是不是 我們先看一下答案 來 新陳代謝 你們呢 新陳代謝 字寫錯了 有嗎 沒關係 沒關係 來 我們先請 我們陳醫生 可是你們真的很厲害 台灣真的是新陳代謝 對 因為其實他這個題目 有點空泛 不過說真的 他主要是在講說 如果真的是你吃柑橘類的好處 是什麼 那因為柑橘類的話 如果對於這個 我們的新陳代謝有幫忙 是因為它有黃銅類的化合物 比如說橙皮肝 柚皮素這些東西 這個他在美國的一些研究發現 對於血糖跟血脂的控制有幫忙 那另外剛才營養師也有提到就是說 抗氧化的事情很重要 所以維生素C也很重要 那那個柑橘類的維生素C也很多 很重要的是說 它裡面又有所謂的那種 所謂的纖維 膳食纖維 它的膳食纖維夠多的時候 你只要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你這樣吃的時候 其實對於腸胃的蠕動 都是有一個幫忙 所以它的一個說柑橘的好處 主要是因為這樣 對於新陳代謝有幫助 是齁 對 其實我對新陳代謝降低 真的很有感 像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要瘦其實蠻快 可是我還是有大吃大喝 瘦不下來的瘦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最早的時候 我有吃過減肥藥 然後那個減肥藥呢 其實台灣沒有賣 我還請我朋友從香港 幫我帶回來 結果吃完以後 不得了了 我心跳加速 然後整天只想喝水 然後也不想吃東西 然後就是面黃雞手 所以我一兩天以後 我就丟了 後來我就 不是流行什麼 168 168沒有用 我就用186 186再沒有用 我就204 夠狠了吧 可是久了以後 還是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新陳代謝降低 那我平常拍戲 其實有時候我們忙的時候 便當也吃不下 東西也吃得少 水也喝得少 我吃得其實就像小鳥一樣 可是還是會胖啊 所以有一陣子 我記得我有一陣子 妳有胖過嗎 有 胖得很離譜 我竟然還有帶照片來 真的啊 有嗎 對 姐也有這個時期啊 我有 真的是 然後我的經紀人 就跟我說 拜託妳要不要截自己下 妳這樣子 很多工作都沒有辦法截 所以有時候 我跟姐妹淘去吃飯的時候 明明訂到很難訂的餐廳 我就只能看 只能聞 然後不敢吃 他們就問我說 妳為什麼這樣 我說沒辦法 我如果吃了 我就沒有錢賺 他說人生幹嘛這麼辛苦呢 所以他就介紹我一個 仙女燃茶 我今天也有帶來 給大家分享一下 太好了 來... 這個仙女燃茶裡面 有兩大關鍵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維持體態 一個就是 毛猴翹蕊花的萃取 另外一個就是 專利的苦臣萃取 這個毛猴翹蕊花 很少聽到對不對 它是一個天然的植物 是韓國體雕中心開發的一種 為什麼會有這個配方呢 因為很多人在體雕之後 他們這個中心很怕 這些人的肉肉會再長回來 所以他們會建議 使用這個配方 它的專利苦臣萃取 可以加強燃燒 降低食慾 促進消化道的運作 然後呢 它的這個仙女燃茶 它的基底是 康普茶 康普茶可以 促進消化道的運作 可以改變菌蟲的生態 調節生理機能 而且它還有多項的專利 最重要的是 它有通過藥檢 它裡面完全沒有 含一點點西藥的成分 所以你在調節體態的時候 你的身體也不會有負擔 像我現在每天呢 就是早晚喝一包 有時候我會這樣泡一壺 帶出去喝 它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你們可以喝喝看 它有點像那個什麼 而且很快就 三渣還是什麼 對 然後不知不覺就喝完了 所以呢 你的身體不會有負擔 然後你會覺得 我有這個仙女燃茶 你在大吃大喝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不會有忌口 不會有壓力 沒錯 所以我喝了一陣子之後 因為它會當初代謝 我覺得很有感 你們看我現在的狀態 可是又結婚了 來 我們請陳醫師 對 那其實在這個熱量 攝取爆炸的一個時代 體重控制 尤其是所謂的減重 是一個現代文明 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這個東西它衍生出來的呢 其中會跟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基礎代謝率有相關 那基礎代謝率當然是一個動態 它有分健康的人跟生病 生病的當然就不一樣 我們就一個完全健康人的基礎代謝率 如果說你能夠提高的話 那你當然你的身體的代謝狀況 就會比較好 那隨著我們年齡慢慢慢慢增大 其實在一個健康 你沒有做任何事情的狀況底下 你的基礎代謝率 就會慢慢下降 就會導致什麼 導致你熱量進來了 但是呢你代謝不掉 人就慢慢的慢慢累積下來 往橫向的一個發展 所以要把我們的基礎代謝率提高 除了這個所謂的 我們該做的運動要做睡眠以外 在飲食後保健食品上面呢 其實我們可能也有一些 可以琢磨的地方 像這個鵝茶樹呢 我們就知道就是說 它對於這個促進新陳代謝 是一個很有幫助的一個東西 那剛才呢 如你提到的這個 這個植物呢 它其實是一個在那個印度 一個很古的一個藥草 那這個部分它以前用在 比如說身體有累積毒素 或者精神不濟的時候 這個毛猴翹尾花 是他們拿來用藥的 所以它有一個促進 新陳代謝的一個作用 那苦成的一個萃取物呢 也是被認知就是說 它有一個類麻黃素 類似的這個作用 大家不要聽到這樣好像很可怕 其實它就是在促進你的新陳代謝 所以有時候呢 它就可以增加脂肪的 一個分解跟比較減緩 這個脂肪的一個生成 那當我們在做任何這個 保健的動作的時候 新促進新陳代謝的活動的時候 常常會跟你的消化道有相關 那消化道就怎麼樣 一定要有進有出嘛 所以有很多 包括你說的一些 不管你在做你的食品 或保健的一個 處理的方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自己的排便 能夠順暢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不管你在用任何方式減重 或者是說你在服用任何產品 或商品的時候 或者是食品的時候 很重要是什麼 不要身體不舒服 因為身體不舒服 這個東西 你就沒辦法持之以恆 那甚至會導致你腸胃 會有不適的一個狀況 那比如說像這個 陳皮或迷迭香的這個部分呢 它就對於這個腸胃的一個 和緩的這個情形呢 會有一個幫忙 你腸胃能夠和緩的時候 你就更能夠去做 你該做的運動跟飲食 然後還有睡眠配合的一個部分 使用好的一個輔助方式 來幫助你 不是一個不好的一個行為 對 很好 毛茸俏蕉花 對 苦沉 這我們換成的精力湯 這是什麼 好不好 因為輸的那一隊要懲罰 今天的成績 他一定會答對是五分 那麼厲害的對是四分 所以好不好 精力湯 這個很 用料很紮實耶 用料很紮實 很醜耶 我們都不偷的 芹菜苦瓜 是嗎 對這樣 很好喝啦 今天受益良多 受益良多 我先乾為止 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 不行 怎麼樣瑞瑞 還好嗎 很苦耶 沒有 他喝了鮮女茶之後 都會變不好喝 對啦 這什麼音樂 太淒涼 為什麼不把紮濾掉 這個幫助代謝 對啊 要有纖維 對 打掉了是不是 好啦 剛剛講得很好 病從口出 或從口入 所以常常說 管住你的嘴巴 如果你要調整體態 嘴巴不管住 是沒有用的 我們這個吃東西 是要注意很多的 美美角角 對 好不好 還是要注意 吃去一些東西 到底對你身體好不好 其實現在 大家健康營養 常識都很多了 多多去 這個計一下 要不然就上網爬一下 要不然請教我們 這麼多的營養師 對啊 第三位 謝謝大家 謝謝 有許多長輩有帶假牙的需求 本來是希望可以自在享受生活和美食 但經常會有 假牙不夠穩固 摩擦牙齦不舒服 或卡食物殘渣的困擾 也擔心清潔不夠徹底 有細菌殘留 常會有異味 或牙制牙垢 在假牙上的尷尬情境 只要天天使用 專業照護法寶 做到假牙保養1加1 就可以擺脫這些問題 首先 早上使用專業假牙黏著劑 幫助假牙長效穩固 增加咬合力 比較能無故劑咬東西 也可以當作假牙與牙齦之間的 舒適緩衝 減少摩擦假牙 接著晚上再使用 專業假牙清潔錠 很多人會拿牙膏刷假牙 但牙膏中的研磨粒子 反而可能刮傷假牙 造成細菌殘留 使用假牙清潔錠 可以去除 長久佩戴造成的口腔異味 牙制與牙垢 照顧假牙和照顧真牙一樣重要 假牙保養 早晚1加1 輕鬆佩戴 沒煩惱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